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影极未遗仇心事 这个八字他是说 他只要一遇到四五位三会火群 他要就是破产 要就是是非官非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在提问的时候 他就是在说 极亥年还有庚子年的时候 他只要一碰到刘月这五的时候 他就会特别有这一种现象发生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真正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先看他的本命 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八字是物极土 生心经去刻银木 他的第一支银木去刻魏土 还有一个四火生仇土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知道 他本身是日主受克 还有破财的相 他现在是在丁氏大运 丁氏大运有一个好处 他就会变成 乙木生丁火生物极土 所以他的日主就脱困了 他的地支还是一样 乙木去刻魏土 四火生仇土 所以他的一个官运会好起来 然后他的一个财运还是维持 但是会稍微的好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己亥年 耕武的时候 他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发现到是不是尹亥和 所以其实他的魏土 还有丁土 全部都是复活的 在这时候照道理讲 他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在这个吴火 吴火 他就会直接进来 五位一合 所以他在吴的时候 自然而然 他就会回归到两财变一财 也就是说是在他好运当中 财运比较弱的时候 所以他自然会觉得在这时候他是破财的一种情况 各位 我们再看隔年庚子年 庚子年 他的状况是什么 庚子年 第一个 他回归到日主授克 戊己土生庚心经 直接克一墓 所以第一个日主授克 日主授克 我本来没事的变成日主授克 他就很容易是官非是非 第二个 你看到直丑和 尹木克 贵土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是不是他的财运还比原来的更糟糕 所以其实他这两年 一个是刘月把他合走一财 一个直接日主授克 然后兼破财的相 所以并不是完全说 他碰到四五位三会火局 就一定会很糟糕 并不是 是因为他的一个排列组合 出现了一个错误的现象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 不过 大多数的人他是不清楚的 他就是只会帮自己找一个原因 你找这个原因是代表他真的 只要一碰到五火 他就会这样吗 答案是不见得的 所以这只是人家讲的帮自己找一个解套的答案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一切以五行流通去判断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